为了勉励在教育领域尽心付出的教师 南投县政府在南岛会馆 举行106年教师节表扬大会 秘书长洪睿智颁奖表扬540位的优秀教师 感谢老师们对教育的奉献与无私的付出 县府教育处长李孟真 县议员赖燕雪、张维华、曾正言 都出席表达对教师的感谢 106年教师节表扬大会 由秘书长洪睿智颁奖表扬优秀教师 洪秘书长表示 县长李孟真致力于教育品质提升 县府每年投资在教育的预算打100亿元 学校在县府的支持下 教学环境与品质大为提升 在全国竞赛中常能获得最高荣誉 这些都是老师们辛苦耕耘的结果 期盼学生在老师充满爱心的教导下 将来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 南投县政府自从林明珍县长上任以来 对于教育就非常重视 他非常致力于教育品质的提升 所以一再的叮咛我们的学校的校长老师 在这个教育的专业的方面呢 已经要积极的一个提升 县政府每年的税出预算大概有215亿左右 但是其中有100亿是用在教育的方面 透过我们这个教育经费的一个支持 那也让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的 整个环境还有教学的品质能够大为提升 再过两天就是教师节了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县内的教师们 在教师节的时候呢 能够过得教师节愉快 那我们县政府也会再大力的支持 我们各位老师的一个教学 那让我们的这一个学生 能够在无忧无虑充满着爱心 在老师的教导之下成为国家的栋梁 其中任职于竹山国小主任黄义珍 今年荣获教育部施多奖 黄老师表示 施多奖属于竹山国小整个团队 幸福教育出团队 以及所有关心教育的人 施多奖对他们来说是爱的传承 感谢所有在教育界 帮他走过困难的同仁 我想得这个奖最主要是 我们不是一个个人的奖项 这个施多奖是代表整个教学团队 代表现普团队 代表我们教育处团队 以及所有关心教育这个现场的人 来领这个奖 尤其是我们学校 每一个可爱孩子的脸庞 因为他们的笑 因为他们的泪 让我们有足够的能量 在为教育界打拼 那也要感谢所有在我们教育现场 帮我走过这么多困难 能够走到这个奖项上的所有教育同仁 这个是一个爱的传承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帮忙 教育处也表示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需要老师的爱心与耐心 使学生未来在社会上 成为有竞争力的人才 幸福感谢老师们对教育的风险 与无实的付出 恭喜上后的特殊游浪教师